NEO聊世紀天天中更新 大家好我是NEO 今天來看馬來人對上高冕人 這場比賽是KOTD5的比賽 昨天我們台灣隊的選手已經全速落敗了 但是雲大這次也是打出了蠻好的成績來 我覺得這次大家的實力又再往上蹭了一些 如果有看比賽的觀眾們應該都知道 最近的比賽打得非常火熱 我這邊頻道也會稍微釋出一些 我覺得打得非常有趣的一些對戰影片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場的文明對戰吧 那馬來人這次在阿拉伯來說 其實並沒有太多的一個經濟加少 但是他的這個爪刀勇士 在這個版本裡面似乎也沒有特別亮眼 所以馬來人在阿拉伯的一個打法 還是比較偏向於術生時代 時代壓制的打法 因為他本身有這個66%的時代升級的速度 大概就是他大象有這個30%減免 帝王時代是40% 所以總結來講 馬來人還是比較偏向於大象跟工兵文明 當然他可以打步兵也是可以的喔 雖然他步兵有三攻三防 但是他只有雙手步兵而已 那為什麼是只有雙手步兵呢 因為他的金冠 這個強制增兵的科技呢 可以讓雙手劍兵 不需要黃金就可以製造了 算是一種平衡buff吧 平衡樂斧啦 不算buff 所以他只有到雙手劍兵而已 那但是呢 他的雙手劍兵呢 這一次是可以吃到這個軟甲技術的喔 所以馬來人呢 算是一種小小buff吧 在這次的改版中喔 那我們就來看看高免喔 高免的話這次改版喔 其實改動並不太大 那比較核心的一點喔 是他的這個奴炮戰象呢 他的寶兵喔 會被頭子車喔 吃到這個額外增傷的效果 就是如果馬來人這邊出頭車 砸他的奴炮戰象的話 會多吃個大概40滴血的傷害 還20滴血吧 白天王金的正確的數值喔 因為他的護甲多了一個 多西米亞的這個戰車喔 胡斯派戰車的裝甲的關係喔 所以這個奴炮相已經沒有那麼的強勢了 你現在不管用什麼文明喔 用頭的車去砸他喔 都可以把它砸到血流成河的 再來呢 高免比較特別的是 村民可以把村民喔 放在這個房子裡面 所以在一些特殊的一些 採集墊喔 像這裡喔 墓區的話兩個房子喔 待會有人攻兵過來 就可以躲進去了 所以在一些賽斯地圖裡面來說 高免的這個效果 可以發揮的蠻極致的 因為可以躲到房子裡面喔 就意味著你可以喔 去用一些前置打法 然後蓋房子躲村民 然後再去搞對手 之類的 反正用法很多喔 所以我覺得 高免人很強的地方 是有這個關係的能力喔 再來就是他的 易次元農田喔 撒田之後 村民是不需要拿到TC喔 或是模仿 就可以立即採收食物的 所以高免人來說 肉類獲取量也不會太低喔 甚至還蠻高的 再來就是他的大象 移動速度特別快喔 而且再搭配他的銀罐的話 可以剩下這個攻擊力3D 3D的攻擊力 所以大象到後期是高免的主力之一喔 但更多的是喔 高免是會打這個 騎兵路線會比較多一點 像這個大肉馬 或者是直接打奴炮 也是可以的 但是奴炮的一個問題喔 我們之前的影片也有講到 太龍被火炮counter了 所以打火炮其實效果不太好 那如果是打工兵路線的話 他也沒有拇指環喔 所以還是走騎兵路線會比較穩定一點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一場 高免會怎麼打吧 那道德這邊是選擇了一級農一級木 突然想到高免以前有火炮現在沒有了 他這樣現在很難打 然後馬來士有火炮的 所以他這邊出奴炮戰項 或是奴炮都不太好打 那高免這邊的話選擇的話也不多 弓兵也是會被火炮counter 好打騎士的話 對面馬來人也是蠻好打的 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本身又有擊兵 而且又有三防三攻 所以看起來喔 Slan這邊是稍微好一點喔 道德反而是會有點尷尬 我覺得也不太好打 好那這邊兩邊是選擇了封建出赤猴前壓的動作 但是這邊前壓是很難打到對方村民的喔 因為道德這邊村民是可以躲房子 所以道德這邊喔 赤猴就可以不用去防守 現在直接拉三隻喔 跑到對手家裡喔 直接開鎬 喔比較重要 他這裡都圍得差不多 其實沒必要把這個赤猴放在家裡 那我的感想是這樣子喔 好那這邊赤猴瘋狂按 然後村民趕快灑農田 農田往外補 看那個農田數量 一直往上跳 好那是道德這邊可能是有點顧慮到 自己可能會被包夾 所以沒有第一時間出發 那這邊出發時間 算是偏晚了一點點喔 對手都已經委婉了 所以這邊能打到東西可能有點偏少 如果他在第一時間 兩隻赤猴的時候就出門喔 這隻村民是有可能抓到的 所以為什麼打封建刺頭 要18匹立即喔 把這個刺頭拉到對方家裡喔 你有看到對方圍家的話 就有機會喔 可以抓到他圍牆的村民 這是一個封建時代 黑暗時代的一個小小細節 因為我以前都不會注意這種小小的一個 開明點阿 所以就會打得不太好 但自從我有注意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就會其實蠻好拿到一個優勢喔 然後分數自然就會往上 總體而言喔 四季立國就是一個 各種細節累加起來的一個遊戲喔 你細節做得越好 你就比對方分數會多一些喔 這是蠻現實的一件事情 所以 所以有些人分數雖然很高 雖然有時候還是打得很爛 但是因為他可能那場細節沒做好 好 並不代表說他就是真的很爛 好 就是細節的部分真的非常重要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刺頭能不能打到東西 這邊高地刺頭開打很痛喔 不然直接收村 收到房子裡 這邊再打下去可能會頭破血喔 這邊可能暗置長相兵去防一下喔 但是高明是不需要蓋軍營的喔 就可以升級十代喔 還有這個前置建築物喔 本來你要蓋馬舟的話是需要蓋軍營的 但現在這邊高明是沒有蓋軍營喔 直接下馬舟 所以稍微沒有長相兵可以用 現在會稍微顯得有點稍微被動一點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稍微這邊喔 要考慮一下要不要轉向 按個 這個射箭長啊 或者是直接打軍營喔 或是肉馬爆 狙爆也可以 好這邊直接一個開打 是你看這個長相兵活在這邊 搓爛了一堆嘛 全部殘血跑掉 很難打 在這邊下射箭長 OK 那射箭長的話會比均勻 有這個機動 也比較有這個載智力一點 畢竟他自己喔 如果出均勻的話 可能還是要長相兵護戳的狀況 那如果出毛兵或是弓兵的話 打這些長相兵喔 效果就還不錯了 那這邊可能要稍微微一下囉 因為如果沒有出長相兵的話 家裡很多漏洞 對方若馬一直鑽進來 其實還是會弄到一點經濟的 好 但是高明這邊 由於高明的食物採集速度夠快 已經要來到了城堡時代了 馬來這邊本身 阿拉伯並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只有這個漁網費用 33% 減33% 然後三倍的漏量 以前是無限漏量 但你覺得以前為什麼不是無限漏量 現在越想越不對勁了 以前MIPEN喜歡用馬來人 然後玩這個阿拉伯 以前的阿拉伯呢 是有這種湖的 很大的湖 可以放漁港 然後馬來人 那時候又是無限漏量 然後這個放一個漁 放個漁網 這邊放大概三個漁網 然後三個漁船在那邊吃魚 一直吃一直爽 超賤的 現在想想 就覺得MIPEN是會 很會利用這些細節 哇 這有點久了 大概2017年那時候了吧 2017 還2019 有一段時間 這個 以前的文明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馬來人阿 或者是高免龍 這種都算是新文明 但對我們這些玩家阿 已經覺得算是蠻老的 畢竟是以前 這個什麼 世紀帝國2 征服者時代的時候 是沒有這些文明的 直到2013年 才有這些斯拉夫的文明 才出現 我覺得世紀帝國 是一個很神奇的遊戲 都已經2013年到2023年了 還在更新 而且還不是小更新那種 是大更新 今年4月才又大更新了一次 感覺這個遊戲 這個是個藏青術遊戲阿 可以一直玩一直爽 好 石頭這邊沒有讀口 有點危險 看要不要嘗試衝進去 欸想要抓殘險了嗎 欸這邊是沒空喔是不是 哇看現在沒空到 直接撞TC 這邊弓兵過來 給壓力 上車寶石大概趕快按騎士喔 這邊馬舟要不要再下一個呢 感覺可以再補一個馬舟喔 不然再補一個修道院也可以的 喔他直接轉奴兵是不是 看起來有點像喔 二級色先點 然後再補下奴兵的升級 馬來這邊升級速度很快喔 所以這邊雖然有點落後 但也沒有太大問題 他升級就是快 時代上差距應該不會太過明顯 因為他這邊省時代這個時間喔 村民就可以多按幾次喔 就不像其他文明喔 村民就是會比較少一點 所以馬來這邊 村民上現在有點優勢的原因 是因為他單純的 這個時代上升級比較快的關係 那馬來這邊喔 還有這個delay了一下喔 其實 不然村民術可能會再更多一點點 好 這邊直接上 馬鎧還有奴兵的升級 馬來這邊打光兵的話 其實蠻強的喔 因為馬來是有拇指環的 所以到了帝王時代喔 打強奴也不是太大問題 通常馬來都是打強奴居多 然後大象圍斧 然後大概就是他的這個 增兵喔 強制增兵科技 復兵 所以馬來人在阿拉伯其實也算是 沒有到非常弱的文明喔 只是要一直轉兵喔 難度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有些玩家很會覺得 馬來人在阿拉伯勝率很低喔 這也沒辦法 因為畢竟 超多難度本來就會高一點點 而且又沒有經濟加成 那我認為喔 馬來人算是 在阿拉伯彈性算比較高的一個文明 不會像什麼賽爾特人喔 有能打這個 過兵阿 加上工程器的戰術 偶爾出個遊俠兵對手之類的 就會比較有限制一點 那我說後期的部分 當然城堡時代要怎麼打都可以 好 看起來 道德是已經完全守下了 Slan這邊不想要損失自己的兵力 直接拉走 這邊補下一機農田 終於補農了 那道德這邊沒有馬上補二級伐木喔 會有點危險 這個時候應該要趕快補一下二級伐木 好 趕快開TC喔 那這個TC有點難蓋 這邊是不能下TC的喔 因為這邊有高地隆起 TC是地機敲不下去的 那這邊也是喔 所以我覺得道德這邊圖 看起來是有點偏爛的 要開農經濟有點困難 這邊看到直接收村 欸滴房子走掉什麼意思 他滴錯了 他要開TC 我想要洗過來為什麼要一個敵房子 OK 把木場滴掉 然後蓋下TC 工兵騎士過來包夾 終於找到這坨兵了 騎士硬上就沒問題 這邊直接上一個高地 但工兵第一時間要把長冰給射掉 先射長冰吧 好 射長冰 射一射 OK 騎士全部吃掉 但自己還是損失了兩個隻工兵喔 小虧 3TC 好 3TC 順利補了 好 那來這邊也是喔 那我今天早上喔 有看到昨天觀眾反映 說這個遊戲聲音喔 會不會小聲一點喔 那我發現是我這個麥克風的問題喔 好像是因為我沒有開等化器的關係喔 所以這個聲音會有點忽大忽小 就是有點 他這個有點偵測不良吧 有點技術上的問題喔 那我現在把這個等化器跟他的語音軟體喔 也開起來 那應該聲音也不會 就不會有忽大忽小的問題喔 那如果大家有對聲音有什麼反應的話 再跟我講 我再去做一下調整 不然其實我自己在看的時候 有時候會看不太出來 除非要戴耳機喔 才會聽到這麼細微的差異 好 這邊直接送掉了一隻石頭 這邊是探圖的 好 送掉就沒差 好 這邊哨戰直接補下 那大家會說 欸我現在全職當youtuber了 啊為什麼 影片還出這麼慢 晚上才出 最主要是因為我早上喔 其實還是有些工作了 我也沒到完全全職了 有時候還要去幫忙做一些事情 或是弄些無微博 比你算是辦家庭主婦了 還要煮菜啊幹嘛的 還有外面的一些工作 還是我在接的 也沒有到完全全職 但大部分時間還是可以專心來做影片 所以可能大家還是 不要太過期待 我會中午就發片 當然啦 有時間的話 中午發片是沒問題 但最近還是有點開始忙 不知道為什麼 我又開始忙 覺得 工作有點做不太晚 就是一直很多工作來找我 那我沒辦法很專心的去做影片 其實有時候很羨慕 可以專心做影片的人 但是仔細想想 他最近做影片也是蠻累的 好啦 這是我小小的生活上的抱怨 我也好想專心做影片 最近有點想要學PS 因為我一直以來都不是用PS 學PS 學起來 做影片 或是圖片那些 會比較方便一點 最近一直用日文程式 都是用兩千年左右的程式 都已經二十幾年了 我還在用 好像 有點跟不太時代 而且那個軟體的bug一大堆 真的氣死我了 越想越生氣 好我們回到比賽上 這邊高敏 來到了4TC 馬來呢 這邊蓋下了高地城堡 這個堡還不錯 可以守到這個小小的金礦地區 但我覺得這邊 可能待會還要再補一個城堡會比較好 因為這邊兩塊一金 是蠻重要的 這個出去只是要先守門面而已 有這個門面防守的話 搭回防守的壓力就不會這麼大 好我們稍微加速一下 我們直接看後期 看起來他們沒有要打 這兩位選手也是我 從玩C帝國到現在 都是很喜歡的選手 這兩位也算是元老幾的玩家了吧 至少我在2013年的時候 還有看到他們在玩 還是2017年 有點忘記了 大概6點起來 9點9 這邊兩邊打的戰術非常抗著對手 這邊奴炮直接出來 那高典出奴炮的話 到地龍時代 還可以出這個雙奴炮 的一個金冠科技的升級 奴炮會發出兩發箭矢 非常痛 在馬來這邊看到奴炮的情況 一定要撐到帝王 點下化學火炮出來 才可以壓制道德這邊 所以道德這邊的黃金時期 已經快要結束了 到了地龍時代 他一定要轉大象 那如果轉大象的話 馬來可以轉奇兵 加上這個免費的雙手劍兵 不用黃金的那種 那馬來可以出更多的投石側 或者是火炮 甚至強弩 騎士都沒有問題 騎士可能沒有啦 講錯 可能出更多的步兵 或工程系 對馬來人出的優勢 這個優勢是比較大一點的 這坨工兵走過來 這邊要趕快圍死 可以赤頭過來偵查 但是應該打不到任何東西 工兵應該可以輕鬆解掉 因為有單道學了 道德這邊 陳寶時代還沒有升上去 順利的收完 下方這邊也開始著火 弩炮過來 壓力繼續給 這個要不要硬蓋啊 這個感覺要硬蓋 好 找了一隻騎士去砍奴帕 沒砍掉 拆一刀 這邊點下了耕種技術 剩下了騎士的跑速 喔 轉出大象來了 那道德可能也知道 高敏的黃金旗是陳寶時代這段時間 他這邊很努力的 想要在陳寶時代就解決對手 但是殊不知 對方早就已經升到這個帝王時代了 而且馬來還有這個升時代加速 帝王時代的時間非常早 但是相對來說 兵力也是稍微少了一些 所以道德這邊要趕快全力爆兵 盡可能的把對方打死 不然可能 大會上帝王時代就會更難打 所以這裡 這裡騎士一定要全部送掉 也要把對方打殘 好 看起來有點難打殘喔 這邊 奴浩有點直接在送啊 因為這個被TC射 奴浩還是很容易爆開的 好 兩邊互相傷害 工兵直接踩主金 道德這邊也被傷害到了 那Selan這邊防守 是更穩定一點 家裡用少量的工兵加騎士 喔不是騎士喔 這個僧侶招響 然後加上大量的TC加劍塔的射 直接把隊友射爛了 因為這邊有三級射 好 大象這邊直接過來 還攻擊力一直沒有點 沒有足夠的肉量 家裡又一直被鬧 這邊奴賓很煩分兩堆 城堡蓋好 可以受到一些傷害 所以後面農田村民可能還是會有點慘 這個騎士一直在控啊 這個不控騎士的話 就不會跟大象一起走了 好 這邊中間再看一下 大象能夠頂下來嗎 但是這邊有很多長槍兵過來了 長槍兵就算沒升級 直接戳騎士傷害是蠻高的 直接捅爛 惹女 OK Selan這邊守住家裡 道德這邊也是喔 下方這邊還在繼續追下方的工兵 但是道德現在在城堡時代 離時代升級了 還有一段時間點 可能要先暫停大象 然後趕快多灑一點點 那城堡這邊兩棟城堡已經下好了 這邊要再繼續打下去的話 我覺得道德會很難受耶 按了一隻爪刀 這按錯了 難道真的要打爪刀 這邊可能打進去了 果然 這個木牆直接爆開 直接犧牲這隻女村民 再補了一個木牆 正面長槍兵加奴兵 直接正面前壓直接插寶 上來正面這邊打擊對手的石頭去喔 但是道德這邊已經點下地獄時代 還有一段時間才可以反擊喔 現在反擊的話通常是打不太贏的 這邊工兵抓到幾隻村民 小方這邊看一下 這邊道德也是抓了一波挖石頭的村民 真的是互相傷害啊 那我覺得高米很難玩的地方是因為 他的騎士沒有遊翔 只有到這種種騎士喔 所以打到後期真的是有點心有力也不足 然後你等一下被迫轉大象 然後大象又容易被擊兵給針對 還有這個騎士也是 自己工兵也不太強 雖然還是可以稍微打下工兵喔 但沒有拇指環 用起來就是有點綁手綁腳 就跟圍巾人一樣 好這邊可能要轉戰毛兵了嗎 這個高兵打戰毛其實是ok的喔 那確實現在要轉戰毛兵 高兵的話是可以稍微克制一下長槍兵加奴兵的組合 果然生戰毛 好工兵 皮甲也點下了 好一級的鍛造技術也補了 看來要慢慢轉步兵路線了嗎 好地方是帶重升級好 這段時間太漫長了 城堡已經被雙巨頭開丟 這邊騎士想要再繼續爭取時間嗎 這邊有點難打進去喔 他邊防守做得很始祖 好就拋過來給阿力 要撞 撞城堡 撞城堡了 哎呀這裡沒空好 但城堡也沒在射他 好這邊城堡直接棄手 但這邊突然繞進去啦 哇直接鑽進去 開靠 ok這波騎士開鬧 騎兵也升級好 馬來人這邊正面非常強勢 有給道德這邊時間並不多了 三級訪問補下 欸這邊在按爪刀咧 難道真的打爪刀開溜 爪刀是以前我們說的蟑螂海 因為他很便宜喔 造價又多 數量超多的 不知道為什麼現在西西里 變成蟑螂海這個名詞 現在玩家跟以前玩家的一個時代 時空差距不太一樣 西西里確實很硬喔 而且很難死 但是他造價蠻貴的 好癢 這個爪刀打得好癢 還沒升完攻擊力喔 也不是精銳的 難戳 好下方看一下 這邊戰寶兵雖然開起來了 正面疾兵戳了進去 爪刀也是到處亂跑 爪刀這邊優勢喔 就是造價瓶喔 送掉也不會太心痛 雖然還是要黃金喔 但兩隻喔 只需要佔一個人口 出一隻爪刀勇士是0.5人口 非常划算 爪刀這邊防禦是全滿的 所以戰毛兵打起來有點癢 並沒有太痛 好幾名過來很難搞 這邊直接補下化學 有花學的話 打這個馬來抓到勇士 可能就會好用一點了 好這邊原地開打 我覺得問題也不大 反正對面奴兵這麼多 是跟他佔了 反正是高地 打下來絕對不會太虧 果然守住了 好下方這一波 集軍也是抓到 挖野礦的村民 好這邊到處亂挖 結果馬來隻也轉出了大象 兩邊都出大象是不是 但這邊道德還有兩千多黃金 並不知道該怎麼打 這邊道德已經想說 欸化學升級好 怎麼沒有火炮 對以前的高明是有火炮的 但是現在沒有啦 啾啾 你沒有火炮啦 啾啾 道德表示 只能轉步兵 不是打步兵 打騎兵 還是只能打騎兵 趕快再轉喔 攻擊一出來 好出火槍可以 但火槍的話 依舊也是被對方的火炮 跟場主給射外 但現在這裡炸摩滴那麼多 大象直接開頂 那馬來的大象 雖然有40%減免費用 但是防御只有1 相對來說也是好打的 而且也沒有品種 好繼續壓力壓下去 然後這邊黃金庫存非常大量 但是高明怎麼打呢 步兵不太行 騎兵就被壓制 打大象又會被吉英戳爛 打戰毛兵火槍好像是比較好的一個選擇 但可能還是要出一些少量大象 在正面擋 不然這個火槍也是會一直被奴兵 一直逼到後方去 像這樣子 哇這個大象頂得好痛 戰毛兵雖然繼續數量繼續出 但是大象的威力太強了 直接踩爛另一坨的戰毛兵 這邊直接出肉麻想要擋 但是大肉麻也沒升級好 好 數量力多的戰毛兵 打大象其實效果還是蠻痛的喔 院子有三防 這裡提示也爆開了 上方還有少量爪大龍師 到處再來騷擾 家裡下方也是有兵居走進來 情況越來越對道德不利 Slan這邊快要拿下比賽的感覺 這邊就拿點下精銳毛相夫 還要算幾下大象 鐵人心要打大象的男人 Slan 神奇兵這邊抓了一波挖礦村民 這邊反應都非常及時 他們到底怎麼可以邊打正面 邊打這些騷擾戰術的 其實有時候我自己在玩的時候 都覺得這些人真是怪物 雖然我自己也會看到 但是往往出會慢個一兩拍 這個經驗上的差距嗎 好 抓到繼續抓 好 大象直接頂了上來 道德肉馬繼續爆 但聰明數越來越少 好 只有大概一百多吋喔 欸 不到一百吋了 在挖東西 有一半還有三十幾吋 不知道在幹嘛 在發呆的樣子 在移動中 所以經濟上現在有點慘 你看這邊 40 看起來工作人數很少 好 精銳大象補下 攻擊力14遠防刺 血量300滴 好 那這樣坦度就夠了 馬來的大象 開始有用了 好 沒有點精銳之強 實際用起來有點難用 有精銳之後效果就不一樣了 好 被迫轉長槍兵的高敏 注定就是要輸了 好 被迫轉長槍兵的高敏 因為高敏喔 他的雖然有幾兵 但是沒有三防 所以遇到戰毛兵強怒 基本上都是扛不太住的 很快就倒了 好 下方這邊稍微少 敲打小鬧 下面這個礦圈應該是想要躲回來 直接插一座城堡 但感覺道德缺的不是黃金阿 而是 好用的科技阿 哇 大象太強了 一直給道德壓力 然後讓他一直要去背後控兵喔 馬來反正這邊是 只要隨意的把大象送進去喔 讓他隨便亂頂 只要頂到就算賺了 反正他很便宜 哇 道德這邊直接被深入到了 軍心了 中間家裡農田 全部都被大象踩了過去 後方的農田 跟距離頭司機可能也要不保了 這邊用肉麻打大象 真的太痛苦了 好 這邊有少量的兵在偷砍 那裡面防守也是做得很足 一直都有騎兵跟大象在裡面擋 就一頭司機到下方來開拆TC 道德這邊依舊還沒有死心 黃金還有一千多 他覺得自己還有希望 這邊道德是不是想要讓自己 不用黃金 然後等對方黃金用完 再來一個絕地大反殺 我感覺好像沒什麼太多機會耶 這個黃金不用可能要跟著一起 下去啦 好像也快用完了 3800多了 這邊轉出奴兵 太可憐了 當高明轉出奴兵的時候 是非常絕望的一件事情 你還要跟有母子環的強弩打 自己雖然也有強弩 但你沒有母子環 就是矮人家一劫 好 看來最後選擇了奴兵的打法 好 這邊道德受不了 打出了GG 很可惜啊 這個高明真的是黃金其實城堡時代 帝王時代真的被削弱太多了 感覺弱到有點再喜不能 這感覺勝率沒有到50%了吧 高明 太清楚了 感覺馬來還比高明現在好用多了 好 那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話是石頭 石頭這邊有稍微贏一些 道德這邊 黃金樹稍微殺了一點 但是聖物有三個 所以有1800的一個補陣 輸的部分依舊是高明 畢竟高明的輸或學安版就快了一點 支援上大部分來說都是贏對手馬來的 但是馬來這邊科技是更足夠一點的 而且轉兵來說也沒什麼壓力 步兵 攻兵 大象 想打什麼就打什麼 而且還有火炮 對不對 高明的這個文明 真的是遇到這種文明就會很難打 像這種全能系的文明 高明就沒有選擇可以去針對 反擊的一個空間了 就只能一直被挨打 然後出肉麻 騎士去跟對方應換 換到後面來說的話 通常高明都是會比較虧一點的 很可惜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就請記得按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